村子中的每一個人從小就使用四肢爬行 但他們的爬行速度和正常人走路是一樣的 爬行村只能本村選取配偶 親親結婚讓他們的身體結構都發生了改變 人類經過多年的進化 從開始時的古猿人 一點點有了自己的獨立思想 我們告別了四肢行走的時代 學會了用雙腳走路 從而懂得用工具為生活製造便利 之後又有了文明與階級統治 這才有了現在的生活環境 對於人類來說 獨立行走成為了人類進化史上 一個很明顯也很重大的進步 這讓人類與動物徹底的區分開來了 通過上千年的演變 人類最終站立在了熟練的頂端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也會出現一些反族的現象 比如說謀犯旺盛 但也都能夠被眾人接受 全村不會直立行走 引發眾多猜測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很多奇人逆事是無法用常理去解釋的 在非洲的艾塞爾比亞就有這樣一個村莊 他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 整個村子的村民都不會直立行走 他們的日常依舊要使用四肢爬行 因此被大家稱之爬行村 陶淘明是中國著名的私人 他曾在一篇作品中描繪了一幅 眾人嚮往的桃花園 裡面的百姓生活安定 遠離了外界的戰爭與世事的紛擾 每個人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也許生產力有些落後 可當地的百姓卻真正的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諦 爬行村與桃園名比下的桃花園 有著很大的差別 這裡沒有富足穩定的生活 每個家庭的生活條件都是比較艱苦的 艾塞爾比亞位於非洲的東部 受地理環境的影響 這一村莊屬於日代草原氣候 這並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 爬行村地形偏僻位於深山之中 由於交通的不便利 再加上村民行走不便 他們很少會外出打工 而是靠天吃飯 這種原始的生活狀態 讓土地的收成一直都不穩定 能夠吃飽成為了當地人最大的期盼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 這一村落的存在最終被發現 當時便有很多專家學者來到爬行村去進行實地的考察 村子中的每一個人從小就使用四肢爬行 但他們的爬行速度和正常人走路是一樣的 由於長期的爬行 很多人身體的骨骼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彎曲 手掌上面也皆有厚厚的了解 手臂在爬行時也承受著身體的重量 當地每一個人手臂的肌肉都是特別的發達的 專家在到達村莊之後 曾試圖幫助村民慢慢的學會直立行走 可最終還是失敗了 與爬行動物生活久了 出現了反祖的現象 當時很多人便猜測 當地的村民也許患有某種遺傳疾病 可經過一系列的檢查之後 最終得出來的結論是 這些人的身體都特別的健康 整個村子除了走路知識與外界不同 其他的生活習慣和身體結構 與正常人並沒有什麼差別 可能是因為長時間與外界的隔絕 該村莊的人們思想依舊特別的保守 人從小在親人與父母的指導下 開始用四肢走路 所以這一習慣也就被流傳了下來 每一個孩子都會從父母那裡學到生活的技能 四肢爬行慢慢的便成為了村民的習慣 爬行村的特殊之處引來了社會的關注 之後便有許多的研究人員住進了村子 開始觀察村民的衣食住行 研究人們發現爬行村人們的壽命普遍比較低 身體素質比較好的村民和正常人相比 壽命要短10年 體質不好的村民,壽命只有正常人的一半 現在,隨著網絡的發達 爬行村的怪異線上也迎來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與猜測 有人認為爬行村村民的這種舉動是受當地古老文化的影響 非洲是一個經濟與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 人類在剛剛有了種族意識時,大多都是以外出狩獵為主 非洲的地理環境比較特殊 國土面積比較大,人口的分布卻並不密集吧 非洲爬行動物比較多 爬行村由於長期不與外界聯繫互通 和各種爬行動物共同生活 這就讓他們開始效仿 模仿爬行動物走路 這讓人與自然達到了一種完美的融合 便於當地人進行偽裝 這對捕獲獵物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時間久了,這種習慣就會被傳承了下來 很多孩子出於好奇,小時候也會模仿 久而久之,爬行便成為了當地人的行走習慣 近親結婚,讓後代基因突變,成為爬行的更年所在 這種說法聽起來好像也並不是沒有道理 可是卻沒有科學依據,也沒有證據證明 另外一種說法就顯得可信度更高了 有些人認為爬行村這樣的現狀 是由於近親結婚而造成的 我們都知道,近親由於染色體相似 兩個人的結合之後 所生下的孩子很有可能會發生基因的突變 這就增加了新生兒患病的機率 我國在很早的時候,近親結婚就不被提倡 非洲文化比較落後,對於近親結婚的危害並沒有重視 爬行村地理位置十分偏僻 他們又不經常和外界交流 娶妻孫子,繁年後代,這是人類發展的推動力 沒有了外界文化與人流的融入 爬行村只能本村選取配偶 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幾代之後,村中的每一個人其實都是血脈自清了 研究人員證明,近親結婚使當地很多新生兒 都患上了一種小腦供給失調的先天疾病 這一病症會讓人喪失對平衡感的把控 漸漸的人們也只能用四肢行走來掌握好平衡 爬行的舉動讓他們的身體結構都發生了改變 雖然骨骼結構與正常人基本上一樣 但在爬行村的村民腰間卻多出了一塊骨頭 這其實也是一種畸形 這種不正確的行走習慣 危害到了他們的生命健康 這就導致壽命的縮短 爬行村的事件被爆出之後 有很多人想對該地的村民進行一些幫助 讓他們實現正常的直立行走 但也有的人認為 該地的風俗就是這樣 應該保留這種傳統的生活習慣 爬行村的奇特現象還在繼續 他們的後代也在繼承父輩人的傳統生活模式